到了穆都古鎮了 现在正下雨 上面写着乾隆6次到过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盈盈 我已经到了穆都古鎮了 我为什么会到这里 就一个原因 因为穆都古鎮不收门票 酌症源就是苏州四大园林的门票 很贵很贵的 我有点舍不得 我就怕我去了之后花的钱 有点失望 所以我还是选木毒古鎮了 今天下雨 幸好我穿这衣服挺好的 这衣服上全都是水珠 上面进行亮水珠 但是这衣服防水的 我觉得苏州四大园林 特别是酌症源 离我特别的近 也就有两公里的样子 我就是没去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票 现买票的话100多块钱 100几了我就不记得了 我吃不消 那个门票太贵了 还有一个乌镇 你看乌镇离上海也近 离哪都近 为什么我没去 就因为他门票费太贵了 我怕我去了失望 我怕我去了对不起我门票钱 所以我还是保守一点 怎么都是逛江南 这一个古镇的话 我觉得也很有江南的这种风格和底蕴 古镇就是小桥流水 岸边两处两三层的小楼 也就是古建筑 然后到处都是小吃 这绝对到了 这是一个弄堂 我们从这里开始走 这里人不多了 挂着这种东西 百年老长季 绝对是古镇的 都是百年的 下雨天人不太多 我估计平时人比这多多了 我觉得逛古镇 唯有吃能吸引我 又情不自禁的往吃上看了 看看树州的古镇 这大门是这样子的 一个木板 一个木板的 这上面还写的数量 123456 我看一共多少个木板 一共15块木板 然后这地方锁上了 看看这边 这边挺美的 要不下雨的话 我喜欢逛这种地方 然后没什么商店 然后小桥流水的逛一圈 书派的建筑 这个多像原外家的大院子 木门 两个狮子 其实我上这儿躲雨了 被浇湿了 看上面水珠 我这衣服真好 又透气 又防水 又柔软 这有一个舒适汤面馆 套餐188块钱 盐水白虾三两面45块钱 挺贵的 这个镇蛮大的 四通八达的 我们不光是走直线的路 往随便两边 只要小桥能过得去的 能走过去的地方都很美 咱们一点点走起来 看到了 看到了 那有个鸟窝 看那个树 这个树得有60年了 那还有个鸟窝 看到没有 黑色的 环境好 唐宁地 这应该是一个 宾馆 398特价房 写的 这个鸟窝太多了 谁说可见 假鸟窝 还真鸟窝 是不是灯 这是不是路灯 才醒不过来 因为他这有一根线 是不是路灯 做成鸟窝状的了 把我给骗了 农家乐 描解农家乐 这是线 无线市文物保护单位的 这是哪位名人的私宅 古生园 这还得刷卡 那边不让进的 收费 古镇你只能往上看 上面 你能看出古镇的风格 下面看的话 都一样 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吃 小食品 所以我拍古镇的时候 基本上别把镜头往下拉 往下拉就特别的熟悉 这边还有钓鱼的呢 江南的古镇都是大同小异的 还是那句话 小桥流水 旁边是老建筑 边上全都是卖小商品的 有卖池子的 特别咯 刚弄出来的 刚弄出来的 你也买个三个 这个矿肉皮炒 三个一百块钱 三个一百块钱 你买了吗 我老头要他来干嘛了 我给老伴买的吗 老伴 老伴七十岁的人来 七十岁的店 再珍珠太高贵的 珍珠献雪 全让我买珍珠 我也全让他买 挺会做托的 这么晚哈